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吕氏春秋预言,千里马和太阳。 千里马和太阳 千里马背对太阳向西奔跑,以为在太阳前面,可是到了傍晚,太阳在他们的前面。 眼睛有看不见的,智慧有不明白的,法术有达不到的,不知道事物为什么是这样,但是事物就是这样。 所以,圣人顺应自然创建制度,不是随心所欲。 千里马,日行千里的马。 圣人,有大智慧的人,随心所欲,按照自己意愿。 这个预言来自吕氏春秋,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主持编辑的。 千里马追不上太阳,人的认知有局限,因此明智的人顺应自然,而不是战胜之然。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。 千里马和太阳 千里马背对太阳向西奔跑,以为在太阳前面,可是到了傍晚,太阳在他们的前面。 眼睛有看不见的,智慧有不明白的,法术有达不到的,不知道事物为什么是这样,但是事物就是这样。 所以,圣人顺应自然创建制度,不是随心所欲。